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不扮高森,扮求均爭,啤梨漫步,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宣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不知道能否播这一段影片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盘 我们的老友叫做大构石卖了一个示范单位来的 示范单位有很多时候往往 我们有没有去现场看过这个盘好像有 好像没有也不太记得了 即是大团友 我们当然有看过 这个盘很多人经常说 其实是怎样的 这个盘四千多呎 连上所有装修 刚才你看到的东西 里面也有了 因为示范单位 例如港元220万左右 220万左右 冷气什么都齐了 那就讲完了 好了 我想讲一下 刚才我第一次开始的referment 其实我到今时今日做MM2H 这件事如果大家理解我的新收费 不清楚的给你电话我 6692429我告诉你 就知道其实我真的没有钱赚的 那我做来做什么 我想讲一下我的苦心 我真的认为 我到今时今日 每一次 尤其是我做些semini 或是我带团 我看到那些人不停卖楼 我真的很奇怪 奇怪是什么 买楼不奇怪 我很奇怪 他们都不做MM2H 又或者有些人明明是 他都不做MM2H 我是很奇怪 因为MM2H 我讲再坏一点的环境底下 不要讲什么退休 它是一个保险 是一个不用钱的保险 嗯 那么帮助的东西 你都不做 不是 要摆一块钱下去 好像我这样 50岁以上的 我是要摆15万马币 一年后我还可以拿回5万马币 即是摆10万马币 现在的回率是20万 摆下去银行 任何投资期 你自己喜欢去马拉斯 香港bank也好 中国bank也好 开个户口放进去做定期 是有息收的 那你就当放在香港 更好 是啊 因为有四里五里 是啊 只是这件事 就减添了你全家人 可以在incase有什么事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飞去马拉斯 是不能不让你入境 不像现在特区政府 我不需要跟你解释 不让你入境 只是这件事 我就觉得 为什么你们会不去做呢 好了 马拉斯 其实很多地方 门槛好像之前跟大家说过 烏拉圭 烏拉圭是远 但是门槛低到这样 如果现在大家自己上网看 不要听我说 我已经不是在说护照 我是在说居留权 只要你有六千元美金的收入 一年 是一年 而且只要证明 你 这个不是证明 你去到当地开一个户口 放下六千元美金 在里面 你需不需要亲自过去 其实是不需要的 香港都是律师楼队代办 你就可以申请居留权 当你什么都不需要 在人家里面搞的 你便飞一次 乌拉圭去那边开一个户口 通常居留权 是三年左右 就会批给你们全家的 那乌拉圭的护照 来干什么 拿个乌拉圭护照 你就可以拿着乌拉圭护照 在欧盟国家西班牙住 只要住满两年 你就有个欧盟护照 这些东西我平时不会说 这些东西是钱 即是说 现在有个二十岁的小孩 你找到六千元美金 我想香港 一定是找到六千元美金 一年 你就可以去走那条途径 你二十五岁就拿着欧盟护照 这些会不会被人堵塞 是会的 尤其是我不在节目中说 我就是不想把这些路封了 所以这一节 我都未必会飞出去 就只是给我们有订阅的听众听 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说你有没有心 好像南花系我们有些兄弟 林康正也认识 现在在澳洲 他之前有什么 工作假期 工作假期 现在三年了 可能过两年回来 给你过去 安排新会 安排新会 可能他到时肯定我们 真真正正要交之旗给他 他就说他有护照 防身 他就说他走一遍 走一遍 我们就走一遍 你走一遍 他就走一遍 大家搞清楚 其实这个世界上是这样的 如果你认为我不甘心 在自己的地方这样被人搞法的话 你不单是要勇敢 你还要够狠 要不然你只有勇敢抗争 你还是逗留在那个思维去回复 以前香港 不再可能了 你就只能够去想 勇敢之外 就是如何逗留将跟你 爭取这个话语权的人 逗留败 无论是精神上 甚至乎是肉体上 在陈世上将它消失 你没有这些心理准备 真的不要玩这些游戏 OK 那么MMEH的requirements 是什么呢 大家WhatsApp我 WhatsApp我林康正去 去文青春 很简单 又或者遲些 今年我们应该就不会再搞什么seminar 因为我们要收勞 睡晚收勞很累 现在无端端搞到 11月要搞那个医疗团 其实都是我们意料之外 因为如果不然我们已经预计 今年12月 看看如何和网友一起去日本 OK 譬如在九州 甚至是北海道 即是打个离 现在的时间就很紧逼了 OK 另外10月21日 我们要讲一下 这些是很重要的资讯 我们这个 这个马交 不是马拉 马交永念亭加银河 蒲菲晚餐一日游 应该还有五六个位置 五六个位置 又是那样东西 报名前就WhatsApp我 肯定有位置 你才可以入钱 66982429WhatsApp我先 OK 去到永年亭 会不会去买东西 多少压力一定有 不过你不买奈利河 其实最重要的是 今次去到澳门 我们走过一圈 好轻轻松松 那时候我们去吃银河 看看银河 因为我都没有吃过银河的银河 我上网查过 一些留言都可以的 银河 银河我想也是那些东西 OK 好了 299 买了你来回船飞 以及吃银河 你也会赚 来回船飞 也不止300元 OK 另外 我们11月16日 所谓的医疗团 当然成了团 OK 因为成了团 你现在随时报 就是WhatsApp 我入钱就可以了 今次很多人说 医疗团我不去医疗 其实不去医疗 都一样可以报这个医疗 因为医疗是一晚的事 是 你不去医疗 我们会带你去看第二个行程 我们去医疗芙蓉公园 我们去吃其他东西 接着我们回到酒店 睡完之后 第二天早上已经在一起了 那我就不关这些团事 如果还想在今年之内 亲自去见识一下 排华的马来西亚是怎样的 你不忍耐 你不忍耐 你不忍耐人的马来西亚是怎样的 你不要听人不说 我自己去看 喂 你这么多吉铺 你还不是商机处处 我自己去看 其实在每一方面 我想不要说是马来西亚 是整个亚洲 全部都在进步 好像是刘华说 香港曾经走得很快 那为什么现在走得这么慢 因为正不通 那两个人都不灵 你这么简单 就是刘德华 真傻还是假猛 那些人都不知道怎么去评理 11月16日 我们这些团人陆陆续续报名 我只是想说 这个医疗套餐 是多低 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ABC套餐 我不说岸细胞 在香港是4-5万元 4-5万元 去马来西亚是便宜的 但去到马来西亚最便宜的 就是我们介绍这间医院 是便宜中之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间C型机 非牟利 它是一间非牟利的慈善医院 便宜了 原来这次来到 也要比较批准我们 啤梨漫步的听众 所以更便宜 9,500元 你可以做完全身身体检查 加上心血管的显影 加上胃镜 加上照着腸 如果你有时间 加上癌症指数 是的 加上癌症指数 如果有时间 我也要看看会怎样安排 我给大家看看 洗牙 有些朋友说 他想做睡眠窃息的验測 以后 其实有很多事情在那边做 这也是一个大的项目 所有没有在香港买保险的朋友 我觉得真的不用错过 因为我不知道 我何时会再搞这些talk 因为对我来说 我真是向灯火发誓 我们是做零 profit 零 profit 从这个项目 所以 以外释迦照计 我也不会再搞 可能明年 就差不多叫人 invite他那边 Millionaire 再搞一次 你们先听清楚 你们再去做 那样东西 那变成了 我觉得真的不好 香港有保险的 那你就借头借路 大家知道是什么事 那现在是9500元 另外再来说就是 MMEH 我看到坊间很多人都做MMEH 那我不敢说我是专家 因为人人都有经验 怎会是专家呢 其实一个人 你肯丢个心去鑽研那样东西 你做车也好 做中市也好 或者我要做沙剧的专家 不要紧要的 你就熟读了沙剧的剧本 中文版本 去看 看别人的表演 终于放些时间 终于成为专家 OK 即是等于在《无双》里面 就算是做假 做到极致 都是藝術一样 其实你每一件事做到极致 变成专家 那有些朋友 譬如说有案底 那他可不可以去 申请MMEH OK 我不会在这裏 答你们 但我跟大家说 犯法的事就不要做 嗯 但如果你说有案底 我作为主申请人 我又很想申请MMEH 听你给你那个 OK Just pick up your phone Give me a call 66982429 嗯 66982429 我们也有些专家的建议给大家 OK 喂 我们走掉了之后 有狗香港的同胞死啊 那理论上 都是 嗯 是有狗他们死的了 嗯 但实际上你说 屌你老母 香港是我家 其实这么说 不要说我 就算我儿子16岁 就被我扔了出去 这个马来西亚读书都好 我想他都未必摆得到 这条根 除非他儿子 已经在香港出生了 是的 是的 当我们家里有事的时候 当我们家里需要我们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会出现 嗯 是吧 马来西亚更加一个好的地方 也有历史背景 是 其实马来西亚 香港的关系都很大 是 甚至乎应该说是推翻 是推翻这个封建帝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你看到奔承探落 几多的同盟会 那些 那些 那些遗迹 那些遗迹 其实那些故事 这些要讲一下 不如你想想 我们不要让夫子 四海人来讲 又我们两个子 心动一点 讲一下这个 不过说搞得来 要重备 那是马来西亚的历史 不是的 马来西亚的历史不够说 直接是由 满清福亡讲到 民国 但是这些很大的题目 要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然后慢慢把它口语化 都不容易 为什么呢 其实我跟别人谈 比如我跟很多朋友 就算跟我同辈谈 我真的不知道 喂 我不是说什么 大家知道 我23号就去烧热吃 就算说话聰明如旭文 老烧 我真是想问 有多少人 听得了历史再烧 有多少人 听得了清朝十三皇帝 因为他们怎么说也好 都是有些头根气 一讲到那些东西 就自然的生动度就低了 虽然都讲得很生动 但是如果你说有机会让我讲 当然林康正大胆幕 要做那么多东西 要教队 看资料 故事化 我想我一点包袱都没有 李正如有时候说 我认为是这样的 没办法的 例如你说 如果你这样聖人 探测席 但你想想如果沒有人創立共產黨 我們要追緣夠此 我們也出不了毛澤東 你要這樣算的話 其實真的太多 尤其是我們自從做了節目之後 看多一些這些東西 小時候可能會立過 你會發覺這個民族發展到今時今日 我們香港去到今時今日 很多世事的東西 是一個人或者一件不知什麼事 就影響到 就承受了我們今天的香港 無論是你認為是曾經的成就 還是現在的賓州 你不是騙的也騙不到出來 你只是美國人 無論你選擇了 你不是那些左膠 回來說兩句 賓州 原來蔣介石說 收屁 共產黨根本就下班了 就在最後一刹那支持共產黨 所以美國人今時今日 彭斯說這些話 你不要亂說 你要做事 因為好像 你贖罪 不是的 像我們看Rocky第五集 即是最不受歡迎的那一套 美國人認為自己弄出來的東西 就麻煩你弄回應 你弄了兩個大魔頭出來 就自己弄好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反美的分子說 其實什麼都會賴美國的 其實事實上是 譬如去養大很多 阿富汗 塔利班 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去養大 因為是給武器 特別煙靈的時候 那你就要去弄回應他 現在你要擺在眼前的 就是這個 你好像蓬佩奧 是不是蓬佩奧 是蓬佩奧 我說蓬佩奧 是 說你習近平應該要去見他 理論上 不是實際上 是理論上 因為你現在被人按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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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你以為現在這樣輕鬆著美國人 你繼續去吵你了好不好 就是叫他打飛機 我吵你了好不好 你還在做這些什麼 我告訴你 你真是死了 不知道什麼事 到時你美國也沒辦法去 不要這麼想不得了 王毅 吵你了好不好 你真是瘋狂的嗎 要猜猜自己後腦 吵你了好不好 這些傢伙真是猶猶猶猶猶 明天再說了 拜拜 好 又來到香港馬照跑的時間 待會跑一場是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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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平體不容有失感 轉入爆炸彎 黃腳立扣繩,想由外檔 由內閃進去 但被龍虎武士失主的位置,真是老馬有火 石油氣仔因為附綁過重,令到大墮後 進入最後直路,還有幾百米路程 豬肉佬開始發軟題,黃腳立馬上上來 外檔的還有石油氣仔,小學雞,起勢地追 龍虎武士首先衝過終點 帝女花和石油氣仔兩隻馬丁當馬頭 看來要看慢的才知道 看到了,龍虎武士後勁有力地衝過終點 石油氣仔拿第二,帝女花雪馬備只有第三 玩策略,鬥速度,靠走位 香港馬照跑卓上期盤遊戲 178元,一次過體驗 立即上store.mihk.tv 選購吧